哈喽,大家新年快乐 你们是不是还记着我呢 好长时间都没更新了 还有的嘛,这一个年过的可以说是 睡得腰声疼,吃得知反胃 脑袋知迷糊,瞅啥啥 今天早晨的时候听见有人放鞭 我以为是做梦的 要不是这几声鞭响 我都忘了自己是在过年了 从大年三十睡到初五 没错,一晃就到初五了 然后我们中国的民俗 还有把今天叫做破五的 今天的传统就是一定要吃饺子 我还特意的查了一下 中国民俗认为 就是之前的一些不顺啊 不好的事情在今天皆可破 所以说今天就被称为破五 所以今天承载了很多人的 希望啊,与美好的憧憬 都在今天,所以说话不多说 吃饺子,我吃的这个是 西葫芦,鸡蛋,木耳馅 因为过年简直 我这两天吃的馒头吃特别多 吃的馒头,腐乳和粥 所以说只能吃素馅儿了 西葫芦,鸡蛋,木耳 老爹和玫瑰姐吃的是酸菜馅儿 酸菜馅儿我就不吃它 因为里边有肉 过年一直都没更新 就是因为每家都吃的 都特别好,特别嗨 然后我在录视播的话 我就怕腻住你们 你们吃过这个馅儿了吗 这个馅儿是之前我在超市买了一个就是素食水饺嘛 然后发现里边这个馅儿就是鸡蛋西葫芦 就是鸡蛋西葫芦和木耳的 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以后吃素馅儿饺子 我就都会包这个 当然今天这不是我包的 这是玫瑰姐和老爹包的 就算了 嗯 哇 嗯 嗯 嗯 素馅的好香 今年年过得太消停了 哪都不敢去 不能给国家添麻烦的 在家瞇着吧 大家出门一定记得戴口罩 不为别的 咱们也要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来几个不蘸蒜泥的 我发现凉饺子更有味 有挺多人不爱吃热胡椒 愿意吃凉的 因为那个饺子一凉 食材的味道就特别突出 不幸的 食材的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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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一点啥呀 吃多了 吃多了 你这酸菜的香吗 不必 我想吃素 大鸡大肉我是倒不进去了 碗肉还吃满脏 还吃满脏腐乳 还有花生米 刘伟姐给我来碗饺子汤 原汤化原汁 大家都煲的啥馅饺子 记得告诉我一声 拜拜 拜拜